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让你们放松一点 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吗 人生最重要的是比赛吗 是 是外貌 是不是听完以后 让你们这些外貌焦虑的人 更加雪上加霜了 是吧 看看身边的那些人 长得不如你们的人 如果身边没有的话 那就好好比赛 徐志胜 何广志 加油 你也很意外吧 你也很意外吧 广志 加油 广志 徐志胜来了 我勇敢不用加油了 其实呢 比赛焦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也唱了十几年的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最后呢 我凭外貌进入了娱乐圈 后来我也参加了一个唱歌的比赛 就是一个节目跟宁静姐一块的 那时候啊 我就真的是天天睡不着 拼命地练习 重复着小时代 不是 小时候 刻苦的品质 最后凭借着 哈里波特可以骑这扫帚自由自在地飞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 通变了大江南北 以后啊 谁再说我没有代表座 我就当着他的面再唱一遍 用我的rap把他给送走 其实呢 比赛让人焦虑 还有一个是社交媒体也会让人焦虑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闲也比较空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熬夜看网友对我的评论啊 我就是那种很贱的人你知道吗 明明有好几条特别好的评论在夸我的 我非要看那几十万条在骂我的 看了以后就很难过 难过呢 又忍不住想看 边看又边生气 就很想怼回去 能不能别骂了 都半夜三点了 上班时间骂我不好吗 带心骂人不爽吗 其实每个人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 比如说我啊 我是很喜欢看那种带货直播 你知道吗 解压 然后我很喜欢看那种挺奇怪的带货直播 就是那种自己跟自己吵架 然后自己跟自己砍价 最后把价格砍下来 他们一开始说 原本五十八万 现在我砍到三十八万了 真的不能再低了 不能再低了 宝宝们你们说可不可以 然后他 啊 什么 八十八 好 那就八十八 小时代周崇光同款耳钉 只要八十八 原价五十八万 现在八十八 我肯定不开心的我跟你说 因为我的同款只要八十八块 我就去后台投诉他们 我说我是陈学东 你们同款的耳钉是真的吗 有证书吗 有吗有吗 我当然没有 但经典有机哪有证书啊 中国与欧盟有机双认证 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说出来莫名有底气 挺好的 好了 底气来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除了rap唱得非常的好听 我也有别的爱好 比如说心理学 这个呢 对于解决心理问题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其实可以通过别人说话 或者说一些形体的方式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 心里大概有一些什么问题 比如说李淡 你内心一定很忧愁 我劝你少喝点酒 大张伟 你看似乐观 但是烂梗不断 我劝你喝点酒 我把嘴堵上 宁静 静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精彩 完美 对 谢谢大家 我是陈学东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大家好 我是陈小慧 带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工是吧 她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还挺开心的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 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旦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但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来了 怎么办 什么不好玩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为啥他们结婚喜欢找未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已经离过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 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 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大家 小慧 嗨 大家好 樊棉 又回来比赛了哈 确实哈 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呢 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接活 然后绝大部分时间呢 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啊 然后能看出来 我就在上面就是 非常努力地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息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值开始比赛啊 我们今天呢 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好 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点怎么样 你不要打到我节奏 刚刚进入情绪 再来一遍啊 我这个点是搞音乐的 你看 是不是 总说唱 总节奏 总浮漏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 我现在过去了啊 你俩要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啊 我们不懂跟不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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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해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如此拼命 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 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对着孩子教他说英语 呆地 呆地 换尿布了 呆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呆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也当上了经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纪 我当上了经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三十八 但他好像二十七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止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比 明明这个勾引 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 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 还要让观众投票 这个更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 塗藏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这个红 对 黄伯压力好大 最后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快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逗逗你们焦虑什么 但是刚才彭博老师说 他是色弱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弱 我也是在知道 彭博老师是色弱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弱 分为红绿色弱 蓝绿色弱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弱 和不好看的色弱 但是我也确实 因为得了色弱之后 得到了一些 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 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弱之后 才发现 原来大家对一个病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 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的色弱 就我确认色弱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弱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弱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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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我在那看不上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自声 没事儿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是因为 我太粗心了是吗 这是不太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说自声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金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有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蒙了说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色盲的时候 就一直给我说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啊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她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们超高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为什么那么好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我给你大妈这样的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我想这里一下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陈鹿 太好了啊小慧啊真厉害啊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啊离婚啊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啊 马上就去赌门啊马上去赌门啊 很开心啊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是心理健康 哇那就撞到我的墙口上了啊 我太健康了啊 而且我原来做过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很高级啊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没有这么多笑点啊 我说嗯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啊 这个对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哇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哦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还没有一个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听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帽子 里三层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愿不愿啊 我只是不愿不愿啊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啊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的说 哎呀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 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 会不会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哇 两感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多少 都有些心理问题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脱口游演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理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 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脱口游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真确实实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 其实我心里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哎呀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 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柳世界 大家好 我是童柳世界 大家好 我是童俊 你好 你好 我们这一组的阵容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龐博 王棉 我 两个王 带个三 那么三要出牌了 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 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 我不太理解 就是 没必要啊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让自己变好看了 有没有人觉得 现在街上美女 比帅哥要多得多 对吧 我听说女生 你们会擦身体乳 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 这地方变干 还是有什么变化 你知道吗 我对我的胳膊肘 我这辈子意识到 我有胳膊肘 我这辈子意识到 我有胳膊肘啊 就是我撞到麻筋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的胳膊肘 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觉得 已经没有必要 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去解决它了 就是护肤 化妆 还能做什么呢 直到那天 我在地铁上 看见一个女孩 在我前面批图 从来没看过你们批图 只看过你们批好的图 很神奇 她很清楚自己 还有哪里不好看 因为她知道要批哪 你知道吗 她甚至不用看 一边和闺蜜聊天 一边就批好 她就说 啊 是吗 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很神奇 但男生不知道 她当时发了两个 大同小异的版本 问自己男朋友 哪一张好看 我隔着屏幕 就感到对面很紧张 因为微信上面 一直显示的输入中 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 我觉得怪不了她 因为我们的 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我甚至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吐槽 这个事情 你要明白 这个事情对直男的冲击力 是很大的 就是我曾经在 观摩过几个女孩 发大合影的过程 她们先在群里面 选了一张 大家都愿意批的照片 然后开始批图接力 你知道 最后所有人确认 确认 确认 产品发布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 为自己的兄弟们 披一张合影 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 就是人齐了就行 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 七八个男生勾肩搭背 打完球的时候 但总有一个人 被抓拍到那种微笑 却半闭着眼 真的不是我们没有看见 只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只在乎自己 有没有踮脚 是这样 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 我发现这事 之前我和一个女孩 出去约会的时候 我跟她聊天 我就看着她 她就问我 是因为我有颈纹吗 还是你一直在看她 我说第一 在你说这个之前 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 就算你指给我看 你说你看你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都会说 这是脖子宝 你这么一问 我也不太确定了 是吗 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 第二 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 女生的第一反应 是自己不好看 但是没有女性凝视 不可能有女性凝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女性凝视会怎么样 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 我们只会觉得 你喜欢我 真的我们就是 你们身体都不用凝视 你们都偷瞄你知道吗 几个姐妹一起 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 你们几个姐妹一起 那边有个帅哥 一个一个看 我先来 那边那个帅哥 周围的一圈男生 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边表面上 但心里边 我确实是帅 但我讲了这么调侃的男生 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不希望大家觉得 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 焦虑所有人都有 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我看见龚博 他很幽默 他很帅 我很焦虑 我看见李淡 他很幽默 我的焦虑就缓解了 这个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我其实觉得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 不多 完全比不上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 完全比不上 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 完全建立在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 就有人说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就没有阳刚之气 然后我就不打了 底层逻辑就是 即使我得了皮肤癌 弥留之际我都会庆幸 还好我是个男子汉 A freaking dire real man 他的底派好了 再举个例子 给大家 我其实是个直男 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 特别喜欢 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 让我试一下 我不乐意 老爷们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 但是当我试了以后 哦 也太爽了吧 就是 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 我就哦 还行 他说你不喜欢就给我 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结果敷太久啊 面膜都硬了 还有我脸的形状 大家有没有看过三星堆面具 挺像的真的 后来我们分手了 你知道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 很羞耻 很羞耻 因为我要把它假装成一个 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 你才行 我过去以后 买到只差一百几十块钱 就可以打折了 然后我就要急不情愿地拿起面膜 说 哎呀 怎么只剩下这个了呢 导哥在旁边说 先生我们还有沐浴露 我不洗澡 当时我明白两个道理 第一 你可以网购 第二 不要活在社会对男性的 刻板印象里面 就是不要管那些 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的人 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 发了一张披过的照片 我给她点了一个赞 然后给她发消息 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不披图也很好看 自信一点 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期待里 我感觉画明显触动到了她 因为微信上面啊 一直显示了输入中 然后她回我 管好你自己 谢谢大家 我是张俊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是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说 哎 豆豆挺帅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余晓彤 周俊伟 哇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由啊 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是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穿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啊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啊 啊 比完赛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一燕 你们有跟彭一燕坐过飞机吗朋友们 有 你们知道跟彭一燕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一燕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的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一燕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呢 呃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瓦 空姐也很礼貌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其实你也可以上瓦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先生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说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可以 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一燕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板灯了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 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小尴尬了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的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的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能量 大家好我是Rock 这一期都在讨论病啊 我也就赶紧去一趟医院 确诊了一下 我抑郁症 当然一些熟悉我的朋友 现在肯定就在想 才确诊啊 对 我这个哀声叹气也是很久了 对吧 是感觉有点耽误了 我本来也自以为自己就是 气质比较忧郁 然后我确诊的过程也很简单 医生就是直接让我去做题 就是那种测试问表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做题的时候 感觉自己不想得高分 我都知道那个答案分高 是吧 我不该选 我怕得个满分 直接安排住院 然后那些问题有的也很吓人 比如他有一个表啊 就问我最近是否经历了以下事件 有父母重病重伤 本人重病重伤 本人破产 本人坐牢 基本上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悲剧 你知道吗 都在上面了 然后我就一直选否 否 否 否到后边我都有点心虚了 我说我在这是不是有点 无病呻吟了呀 最后我终于是吧 看到一个选项 离异 给我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高兴 看到这两个字 我感觉你就 我离异了 我离异了 宁静老师 我也离了 然后护士过来就跟我说 你这个如果不是一年以内发生的事啊 不算 所以最后整个表我写下来 就选了一个搬家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选项 我就感觉我也没搬太远呀 就同一个街道 要不我搬回去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我感觉来看病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男的很少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男人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情绪问题 好吗 就我们觉得男人好像应该强大的 对吧 应该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造成好像男的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硬帮助人家 对吧 在飞机上是吧 硬要给女的抬行李 其实还没有人家个儿高 有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吧 我说王勉啊 杨丽够得着 你知道抑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 它会让我失去行动力 就有时候就只能躺着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我这人很懒 但你知道懒跟抑郁是有区别的 就懒人他躺着的时候脸上有笑容 明白吗 所以区分懒跟抑郁很简单 你就跟躺着那人说一句起来吃饭 懒人蹭就起来了 是吧 满脸笑容在吃什么 然后阴阴的感觉就像 你的脑海里住了一个毅力镜 太早了 就我每天一起床你知道吧 嗯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说啊 你觉得你是个有价值的人吗 我说要不我再睡会儿 真的不管我干什么 他都会在那问 你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吗 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 我说我就想洗个衣服啊 包括现在 你知道吗 他都在问我 还讲段子呢 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广告吗 有机生活的倡导者 经典有机奶 你忘了吗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你不惊讶吗 其实说实话 我选择聊这个抑郁这个话题 我也犹豫了很久 因为一开始我就发现 很多没有抑郁的人在装抑郁 而真有抑郁的人又在装没事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病 所以我就想通过一些段子 让大家重视抑郁这件事 但说实话我也很害怕 就是害怕看到大家这种 对你这种眼神 你知道吗 害怕自己从此被贴上一个抑郁的标签 但是我又一想 这一期本来就是要讨论心理问题 对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结果到现在我就发现 好像只有我真的在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他们这一个个的 就逗逗 那么帅了 还外貌焦虑 我的天哪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觉得心理健康这个题目 到头来就是只忽悠了我一个人 我在这给你们展示我的脆弱 是吧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抑郁 我就是傻 但说实话 确诊了之后 我整个人还是放松了很多 就是我开始明白 我脑海里那些负面的东西呢 它不是我 当然也不是毅力镜 它是一种病 所以那天回去 我整个人就 开心了一些 放松了 同事也会问我 我说你怎么有点开心 我说因为我有病 谢谢大家 我说我说 大家好 我是王波 他后边听得我非常着急 王宁 第二年就不想比了 我都第四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还有好多故事没有讲给你们听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说过的秘密 好吧 我是色弱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也会用你们这种 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看着我 是吧 不用好不好 没关系 不是你们的责任好不好 然后有人看到我反应很奇怪 说 你是色弱 那你 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又不是变色龙 不用这么玩了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 色弱色盲什么的 其实色弱跟色盲 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那个 红绿色盲 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 其实我觉得我们色弱色盲 还挺可爱的你知道吗 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都做不了 你们能想象灭霸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 你知道 就妇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霸崩溃就可以了是吧 就灭霸在那 诶 毁灭呀 诶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办座啊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跳出来 谁是绿巨人就算你赢好不好 我这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 是吧 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 然后局势非常胶着 但是我那天走出了 出奇制胜的一招 当时在我爸看来呢 就是我用他的马 把他给僵死了 我爸当时都懵了 说 有三匹马的对手 好难战胜啊 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嚣张 你知道吗 我说来啊 我愚蠢的父亲是吧 我爸说孩子完了对吧 你想这孩子心里这么健康 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 你们体检的时候 也看过那个色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环节非常的荒谬 因为你们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们不知道 其中有一页 我看起来是一头鹿 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 看起来是一匹马 所以就显得 不仅我不认识颜色 我还不认识马 我觉得还不是干脆一点 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 正常是吧 我看到一句话 哈哈哈哈又得注意个色毛 哇 挺 而且色肉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我下各种棋的水平 就参差不齐是吧 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 你们大概也能想象为什么 我下棋就主要看阶段 是 越到残局我越厉害是 跳棋就主要看人数 你知道吗 六个人下着跳棋啊 在我看来跟体检没什么区别 下着下着我就会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给他发呀 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 我现在已经32岁了 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 大家会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 而且你们知道 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 才伤害别人是最直接最残忍的 是吧 小学的时候我体检查出来是色弱 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我是色盲了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是吧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 我啊你们班有色狼吗 而且小朋友连安慰人都很伤人是吧 还有人跟我说 哎呀没事没事 你不要难过 我读过十万个 为什么 狗都是红绿色吗 但是你知道那些狗 每天过得多快乐吗 我说谢谢你啊 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 放进我一下 真判断不了了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就生怕周围人 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 生怕周围人看出来 我甚至一度 把啥色盲的那个本子 整个背了下来 这个方法呢 我是在百度色肉吧里找到的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贴吧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色肉吧跟借色吧 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处理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虽然背起来了 但我怕我背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怕我背错了 我非常担心 我走过去 我非常自信地说 大夫说这一页是数字啊 我说大夫 马上我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催 所以非常的紧张 但是那天排队 排着排着队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 因为那天我看见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 在背势力表 最开始我还没发现 我以为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吧 后来发现大哥根本不是在祈祷是吧 非常感谢他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 但我觉得自己更能看清自己了 谢谢大家我是胖博 大家好我是小家 今天主题是寥寥有病 真正有病的伤癌 所以大家看我讲话和走路 这样有点奇怪 我这种病呢 是先天性神经系统疾病 就是别人的病 是努力得来的 我得来全不配功夫 我自从做脱口秀开始 收到很多观众的鼓励 我上次演出完有个观众 微博私信我 小家 你好棒 你要给我好好活下去啊 我在想 你是看到我哪里活不下去啊 我觉得这些选手吧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文本型的 一种是表演型的 而我是感动中火星 就我整个承养过程 一直被夸正而酿 但我很讨厌这样 你就感觉我这种人 做什么事情 身边都会有掌声和欢呼声 就哇 她竟然考了班级第一 哇 她竟然会扫地 我那天在厕所 旁边一个同学 哇 我说停 而且我中病特别容易被人误会 而且我高中毕业第一份暑假工 是在工厂里打工 常一边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个傻子 只有同车间的一个阿姨特别好 没有这样说 一直到那天下班 阿姨拿着两张一块钱问我 这样加在一起是多少钱 原来在这等我呢 三块 而且我中文拥有很多特殊待遇 就我这样去面试真的比别人省了很多时间 别人面试都会问一些基本技能啊 未来规划 然后轮到我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 面试官就会说 好的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我在想你都没有我联络方式 你要怎么通知我 夸寻人启示吗 寻人启示小嘉兰 身高一米五五 天生讲话不太清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她 请跟她讲 她面试失败了 包括我学生时代有很多异性朋友 她们的家教很严格 不能早念不能晚归 但只要她们跟她们的妈妈说 我跟小嘉在一起 她妈妈就会说 好的 那你照顾好她哦 我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问了她妈 为什么其他男孩不行 只有小嘉可以 她妈笑一下说 她 我放心 她给我一种 只想活下去的感觉 我也明白她妈妈觉得 我不会干什么坏事 但是我干过 我闯过红灯 就因为走路太慢 红灯亮了 我还在半路 大概有多慢啊 就是我想扶老奶奶过马路 男奶奶说 不了 不了 还是我扶你吧 而且我跟隔壁班同学吵过架 都还没开始动手 教导主人就赶过来了 我正准备解释 教导主人说 你不用说了 然后指着隔壁班同学说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你把她打成什么样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确实有病 但这个世界好像无时不刻 在提醒我有病 我突然就想跟这个世界说 我们都有病 只不过我的更明显一点 谢谢 谢谢 我忘了 我忘了 我被拍青脸了 我忘了我被拍青脸了 我忘了我被拍青脸了 我被拍青脸的 我怎么办 你有什么事 但是这个世界的 两者 又有声